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信息保护 最近不少求职者频频遭遇到这个陌生电话和短信的骚扰 而且这些呢都发生在向招聘平台投递简历之后 他们就怀疑这简历的信息啊被倒卖了 记者随后调查就发现简历被倒卖这种事呢还真不少 有卖家表示一手简历每份三块五左右 二手简历每份一块钱左右 遇到这个简历需求量大的时候啊 他一天就能赚好几千 个人简历被倒卖之后对求职者最直接的影响啊 就是不断的收到骚扰电话短信的轰炸 另外呢 如果个人信息被用于网络贷款担保等求职者 还有可能遭受财产的损失 有专家表示要想杜绝这个简历倒卖啊 招并平台责无旁贷 这就要求咱们平台方要加强监管 对入住企业的资质要严格审查 另外呢要强化技术支撑 保障网络安全让倒卖者无击可乘 保护个人信息刻不容缓啊 要不说求职者可不是猎物 不容呢不法伤人为猎 好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山西太原通过立法的方式啊 将医疗急救时抬单价的费用 纳落到财政预算 有专家表示此举呢 除了能够让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外 更重要的他切中了急救方面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由谁来负责台单价 太原这一次呢就规定啊 每个医疗急救出整车组呢 除了医务人员外 还要配两名单价员 其实呢台单价的费用并不贵啊 有地方明确规定台一次单价收费35元 但有的时候啊即使患者愿意出钱 也可能面临请不到人抬的窘境 你找邻居吧 他们不专业 找医护人员吧 他们有的时候啊得进行急救 控不出手来 此前就有报道说呀 一名患者在飞机上突发重病 这个救护车呢到场之后啊 患者却迟迟不能被抬下飞机 原因是什么呀 谁都没有抬他下飞机的法定责任 这个事呢就引发了由谁来抬单价的讨论 立法规范抬单价服务 这就疏通了急救环节的一个读点 另外由于有这个政府经费的支持 单价员的素质呢也有望得到提高 毕竟嘛院前急救讲究的是分秒必争 这个病人运送环节更要密切配合 专业的单价员不仅能够让患者更放心 也更有利于急救医护人员来施救 急救抬单价政府买单 我们就希望这样的辩明立明的举措 能多多益善 好 接着来说 最近啊 一男子通过朋友圈直播 他酒驾的过程引发热议 他就说呀 自己绝对是醉酒驾时 这男子的朋友圈显示的地点呢 是河北定州市 当晚 定州警方主动出击 将这男子呢控制了起来 目前 警方正进一步的调查 酒后驾车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是公认的马路杀手 相关部门也一直呢 在严查狠打 然而 酒驾呀 就像打不死的小枪 他时不时的呢 冒出来刺激一下公众的神经 你像这男子 不但醉酒开车 还明目张胆 在朋友圈里直播 这种无脑操作 那完全是在他人 以及对自个生命安全的无视 应当狠狠地处罚 专家就说了 通过这事呀 也发映出 治理酒驾醉驾 依然是任重道远 相关部门呢 要继续重拳出击 对酒驾醉驾 要保持高压的态势 一经抓获是严惩不待 让那些贪悲的司机 不敢心存侥幸 另外呢 要积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让广大的司机啊 牢牢记住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欣喜的 新周刊文章标题 这么大的雪 不搞点创作都白瞎了 最近啊 不少地方都下起了大雪 面对大自然的这份溃正 很多人呢 都燃起了创作的欲望 纷纷在雪地上啊 搭展身手 你像这姑娘 她用雪地当宣纸 在上面呢 画梅花 荷花 老虎 色彩艳丽 妙趣横生 有人就夸赞说呀 雪看了这些画呀 都舍不得融化呦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美术老师 他带着学生 创作了一幅长28米宽15米的巨幅的雪竹图 同学呀就希望这么好玩的美术课以后啊 多来一点 除了画画 还有人呢 在雪地上玩起了游戏 你比如这个药园 老师带着萌娃 在雪地上啊 踩出了一个巨型迷宫 然后呢 玩起了贪吃蛇 这一幕啊 可把不少人羡慕坏了 直呼好想回到药园 接下来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是哈滨工程大学的操场 七百多名师生挥动铁锹 打造了一支雪地舰队 他们还利用这个舰艇啊 搞起了模拟演习 那场面正叫一个豪横 看着这些雪地创作 我就想套用那一句诗 呼噜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最近南京七峡山的风树 火变了朋友圈 随着气温下降 七峡山进入到一年当中 最美的时刻 五十多个红叶树种相继换装 漫山红色 犹如晚霞七落 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风情 展览大厅 一群白色机器人在表演舞蹈 动作整齐画衣 堪比出道的爱斗团 这还真是科技让生活更炫酷 最近国外一名青年火了 只见他冒着寒冬白雪 爬上了一棵高高的白花树 去找信号上广客 如此吃苦好学 堪称是国际版的陈门吏雪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乘车一马通 前面就有北京上海地铁 乘车二维码 实现了互联互通 今后啊 北京市民使用本地的地铁APP 可以直接呢 坐上海的地铁 同样呢 上海市民也可以使用 上海的地铁APP乘坐北京地铁 无需另外下载软件 眼见两大城市牵手啊 大家呢 纷纷议论 全国什么时候 能实现乘车一马通 说起来啊 在过去这几年啊 多部委一直努力促进 全国公共交通 来实现一卡通行 看看你手里的公交卡 如果上面印有啊 交通联合的标志 那就说明 你所在的城市 已经加入全国交通 一卡通 互联互通项目 你拿这卡呀 就可以在这个项目当中的 其他城市 直接坐公交车 有数据显示啊 到去年底 全国呢 已经有270多个 地级以上的城市 实现了公交 一卡通 现如今 智能手机 非常的普及 大家出行 乘车呢 都是直接的这个刷码 于是啊 人们就希望 这2维码也能像公交卡那样 实现互联互通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 还有不少的工作呢 要做 你想有的城市啊 它的公交啊 地铁啊 它属于两个不同的运营系统 乘车码各自独立 那在这种情况下 要实现二维码互通 首先呢 就要平衡各运营方 之间的关系 另外 移动支付的数据量 远远超过了公交卡 能否建立这么一个数据系统 浓纳全国的公共交通信息 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所以啊 想要在全国铺开 还需要考量许多问题 急不得啊 但是呢 在区域一体化比较好的地方 比如京津冀地区 长三角地区 咱可以呢 优先的来试点 以点待面 这样 全国乘车一马通 那就 指日可待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节目就 教育部发布统计公报 里边显示啊 2019年 我国共有特殊教育 在校生 79万人 其中啊 39万多选择随班就读 您瞧瞧 超过一半的特殊教育 在校生 都选择在普通学校 来接受融合教育 而不是选择特殊学校 选择儿童福利机构 这就引发了热议啊 一时间 融合教育这个词 就火了起来 作为融合教育 就是把有身心障碍的儿童 和普通孩子啊 放在同一个教室 一块来学习 这样做的目的呢 就是让更多的群体 接纳这些特殊的儿童 让他们学会和人正常的来交往 从而学会自立能力和自理能力 获得健康成长 但推进融合教育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 异样的眼光 那就是一大障碍 这样的眼光 不仅来自同班同学 也来自于某些家长啊 老师啊 如何让同学善意的接纳 让学校和老师 不认为他们会给其他同学 带来麻烦 如何让其他同学的家长 理解和支持 这考验到的 是教育者的智慧和耐心 对此有专家建议 一呢 是要为融合教育 提供充足的资源 聘请更好的教师 让学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 来教育特殊儿童 二呢 是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 为特殊儿童提供平等交流的环境 教育啊 就应该让每一朵花都能绽放 让每一个生命都能茁壮成长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下面就广州开始试点 机动车驾驶培训学费 第三方存管 学员报名学车的时候呢 可以自主选择先学后付款 交纳的部分学费呢 将存放在专门的账户当中 由银行啊 代为保管 等学员分科目考试合格之后 再逐次画波给这个驾校 如果中途出现了纠纷 学员可以申请暂停画波 那近些年来 不少人呢 都遭遇到学车套路 之前明明承诺 有五星级的服务 结果呢 一星都够不上 学车呢 学到一半 驾校突然跑路 凡此种种 让大家呀 谈驾校色变 现在有了第三方纯管服务 就给学员呢 吃了一颗定心丸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驾校 甭想动这个歪脑筋 只能是埋头提高 服务质量 获得学员的肯定 有专家表示 这种第三方纯管模式呢 也是对预付式消费 进行风险防控的积极探索 值得推广 你看 还不光是驾校培训呢 很多服务领域啊 比如这个健身美容啊 教育辅导啊 都是先交钱 再享受服务 那么就有可能存在信用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破解需要 由第三只手 第三方来兜底 要不说 第三方纯管 那是对预付式消费 来了一个约法三章 接着来说 最近 一段发生在理发店的视频 引发热议 这个视频啊 就显示啊 顾客理完发之后呢 所要发票 结果店员不但拒绝 还对着这顾客啊 破口大骂 有人说啊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所要发票等 购货凭证货服务单据时 你经营方呢 必须出去 也就是说 消费者所要发票 是受法律保护的 而开具发票 是纳税的重要前提 作为商家 依法纳税 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商家拒绝开发票 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这样的行为 就不禁让人怀疑 是否存在 逃税漏税的现象 现实生活当中 不少人 都没有所要发票的习惯 商家考虑到 利润的问题 一般 他不会主动提供发票 这就使得呢 消费者所要发票 反导成了一种另类行为 但事实上 这种另类行为 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 规范商家纳税行为 都很有必要 如果遇到消费纠纷 发票就具有法律效力 另外 这个消费者呢 所要发票 也能促进商家 提升依法纳税的意识 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所以啊 消费者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 让索要发票 成为一种正常的风气 可不可以让正当的权利 成了某些商家 蛮横无理的底气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反诈菜单 前面就有杭州一家火锅店 推出了一份特别的菜单 正面呢 是店里火锅的各种食材配料 反面呢 则是反网络诈骗的宣传内容 还别出心裁 附上了反诈知识问答 像什么 卖茶叶的小姐姐 好闺蜜叫你刷单兼职等等 在问答当中都有涉及到 这顾客啊 在等座位的时候呢 就可以先看一看菜单 学一学反诈知识 火锅店老板说呀 之所以设计这么一个菜单 是因为他有一朋友 曾经遭遇过网络诈骗 损失了很多钱 于是呢 他就想借用这种方式 给大家都提个醒 顾客们是纷纷表示啊 头一回见到如此特别的菜单 大冬天吃火锅 不仅补身体 还顺便补知识 那真是一举两得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搬一次家 钱包和半条命都没了 对于这个独自居住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 每次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搬到新的地方 那都可以说呀 是人生的苦修啊 首先 这个整理打包 就是个苦差事啊 你看啊 洗漱用品要防尘 电子产品要防震 搬个乐高 就担心他碎一地 偏偏呢 这些年轻人的爱好还特别多 买的时候是烧钱 搬的时候呢 费劲啊 你比如喜欢读纸质书的 甭管这些书 在书架上是多么的轻薄 一旦你把它放到纸箱里 那杀伤力就相当于是一块死铁啊 还有啊 游戏爱好者美滋滋 买了酷炫的电竞椅 结果发现这玩意儿是中看不中斑 它的不规则形状 以及超重的底盘 让自己多付出好几百块钱 很多精致女孩 在收拾自己堆积庐山的衣服时 都会有幻觉啊 要是有哈利伯特 那个空间折叠的小包包就好了 和狂野男孩 看到自己炫酷电脑主机时 也幻想啊 哎呦 我是奇异博士 只要画一个圈就能把他们乾坤打挪移 你像今年脱口秀大会这个冠军王勉 就生情并茂 演绎过一个被女朋友甩了的腹黑男青年 其中最有画面感的一句就是 你一个人把五个行李搬下八楼 我希望我是你的男朋友 就会陪在你左右 你负责美丽温柔 糟活累活我成熟 可惜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男朋友 只能眼睁睁看你一个人 把五个行李搬下八楼 但现实生活中比五个行李更惨的呢 是遇到了巨坑人的这个搬家公司 几乎每一个搬过家的呀 都经历过师傅的现场加价 要么是进小区搬运的路程费 要么是老实住宅的上楼费 要么是大建家居的超规费 搬家如此之难 有人调侃呢 搬家方知岁月尽好 一动不如一静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